早上好 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7月7号的百隔城报 最近政府追税相当严厉 加上突然蹦出来的旅游税 无不让人联想到政府是不是没钱了 今天的报纸头条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青州日报头条给了关税局 未来不只是拖欠所得税 公司税和PTPTM者 现在就连欠消费税的商家也都会被禁止出国 而目前已经又超过7000名商家被列入黑名单 而早前说过 旅游税铁定会在7月1号落实的旅游部长纳兹里 如今证实 国人陆住三星级以下酒店无需缴付旅游税 而旅游部的目标是希望在8月1号开始征收 不过真正落实日期将由关税局决定 再来中国报头条则报道 教育部最近特别推出一份 师生使用社交媒体价值观和守则指南 除了禁止师生上课时间使用社交媒体 更说明网络霸凌行为 包括替同学取花名 績笑 悲歌 以及骇录同学账号 新海峡时报头条则报道 警队重组新闻 未来警队可能会有两位赴全国总警长增加第十一个部门 也就是防恐部门 目的就是要更有效的防范国内恐怖分子活动 光明之报关注了社会新闻 一对住在巴黎文达的老夫妇在昨天早上6点多沉运时被抢劫 74岁的丈夫为了保护妻子遭匪徒刺重要害 重运之后宣告不治 来看今天的其他新闻 全国大选迫在眉睫而作为反对阵营的希望联盟 不仅没有给出首相人选 就连说要公布又迟迟未公布的领导层阵容 也没有正式消息 前首相敦马哈迪之前在脸书上直播时 坦言被迫考虑当首相的建议 而日前接受英国卫报访问时则说 公正党安华应该被释放 也应该被允许参与选举 他表示安华是一名受害者 在刚交罪名的案件中 他受到不公平对待 法庭的裁决显然受到政府影响 因此敦马认为 新政府能够说服国家元首特色安华 如果安华被释放并且继续参与政治 敦马不反对安华成为首相 另外一方面 武统区部大会近期就会展开 所以首相兼武统主席纳吉 昨天则呼吁党员做好准备 以迎战即将来临的第十四届全国大选 在骇客无所不在的网络时代 你认为大马网络安全吗? 国际电信联盟日前发布的 2017年全球网络安全指数就告诉你了 在受调查的193个成员国中 大马排名第三 仅次于位居第一的新加坡和位居既热的美国 这份报告也指出 全球只有38%的国家制定了网络安全防范战略 意味着全球还是有很多国家没有相关的应对策略 对此该联盟也呼吁各国政府应该采取措施 加强网络安全生态环境建设 以减少犯罪威胁 提高人们对使用网络服务的信心 那么今天的《城报》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